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這個HUBS by Mojita 這個所謂的混合實境的聊天室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簡報的11頁這裡 老師有準備一個Link 這是老師之前寫的文章 那其實現在 因為他剛好今年 有做一個改版 所以今年的你看到的樣子跟老師之前寫的 在2021年的時候寫的有點不一樣 那其實 老師之前呢 我們疫情期間 有那個職訊班 他們結業的時候我們就是用的 因為那時候還在疫情嘛 所以大家也都 就是沒辦法聚在一起 我們就 成果展就在這上面舉辦 效果我覺得蠻好的 用虛擬的方式來舉辦這個成果展 那老師剛剛提過就是 2D的其實也要Gear Time 這個呢其實 疫情期間也有不少用這種方式 去舉辦一些所謂的現場的展覽 或活動 比如說他要這個 畢業了 那可能有那個 就是 求職的 或者是社團的展覽 有人用這個 但是呢這是2D的 其實也不錯啦 甚至畢業典禮有沒有 也有用這樣子 但是呢我們的 在 Modida這邊 他所介紹的這個呢 他就是3D版本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有這個快速鍵 等一下你可以 留意一下 就是鍵盤上的上下左右 沒有 那這個呢 因為上下左右比較靠近右手 對不對 那左手如果你想要用怎麼辦 因為我們右手在用滑鼠啊 所以呢如果你用左手的 你也可以看一下 AWS1 你低頭看看 AWS1 有沒有發現 他掌的 他的位置 鍵盤的位置 有沒有跟上下左右 是一樣的 有沒有 好所以這個呢 你如果想要搭配你的左手也可以 那當然滑鼠也可以稍微按一下 稍微按一下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他的 裡面長什麼樣子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你待會 進到裡面之後 就是3D的 你就是那個人 也就是他用你的視野 去進去這個空間裡面去看 那你就可以在裡面 上下左右走動 他是用滑鼠 滑鼠比較沒有 滑鼠主要是 轉方向 但是呢你要移動就是鍵盤上的上下左右 或者我們剛剛講的AWS1 那當然 滑鼠 有一個跳躍的部分 你可以做 因為這個呢就是 模擬 我們的那個 頭盔裡面 那個手上那個遙控器 好 所以 這種動作老實講在 電腦上也好 或者是 我們的 戴 VR頭盔 都可以 那你看喔 待會我會邀請大家進到我們的教室 那這個教室裡面呢 你會看到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 就是你沒有帶 任何的這種VR裝置 就可以進入房間的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會議室一樣 我就進來 這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有使用VR的 他的那個 介面 會有一些改變 第三種 我不是來 參加活動的 我是來旁觀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像我們那個 呃 台中的歌劇院啊 或者像台北 這個 那個什麼 戲劇廳之類的 我們 人數已經 已經滿了 然後呢 他們會在哪裡 在戶外 是不是有一個大的電視 然後呢 你雖然進不到裡面去 可是 你可以在外面看大電視 看裡面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種方式 就是用觀眾的身份進來 那 你可以去扮演 就看誰 如果這個房間是你 就是 所建立的 你所擁有的 你可以用你的角度 把這個畫面 分享給外面的人來看 因此 雖然外面的人 不能進到這個空間 但是你看到什麼 他們就跟著看到什麼 只差在不能 在裡面直接做互動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 蠻特殊的一個狀況 這個 先讓大家 了解一下 那麼 他的舊版本 也就是說 老師現在寫的這個 他是 人數上見就是25個人 但是新版本呢 他現在只限10個 所以超過10個的時候 你可能會進不去囉 那你可能就必須要用 觀眾的身份進去 這個待會大家 直接用的時候 如果萬一你被擋在裡面 好 就是被阻擋住了 可能就要用這個 沒關係反正 老師待會有準備兩個 一個是那個舊版的 一個是新版的 等一下我們先用舊版的進去 那這樣呢 現場的同學應該都進得去 好 這是第一個 再來 他已經有 比較完整一點的 中文的介面 有繁體中文 這次是有 新版本的有繁體中文 舊版本是有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所以這個呢 等一下進去 你也可以看得到 好不好 再來 他裡面呢 其實 因為 我們需要有一些情境嘛 舊版本呢 有內建比較多的場景 新版本 他也有 可是 沒有那麼多 而且要你自己去匯進來 所以呢 也就是 在舊版本 我可以切換很多的場景 給你 所以這個很像我們 之前如果同學有看過 駭客任務 有沒有印象 然後就 給他 換一個房間 換一個房間 有沒有 好 所以其實以後的VR 等到他就是這種 量子運算普及之後 各位 我們真的會分不清楚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現在是只有 AI產生的文字 我們分不清楚真假 對不對 這是文字的 但是慢慢的 以後是連整個 世界 都會怎麼樣 改觀 因為他讓你的 身體的這種感知 感覺起來 就好像在真實世界一樣 也就是說他 會創造出 整個的情境 包括視覺 味覺 聽覺 有沒有 這些 都讓你看起來像 這樣 以後 真的就是多重宇宙的世界 好 然後呢 他也像會議是一樣 你看 可以做一些互動 你也可以聊天 對不對 還可以在裡面拍照 你知道嗎 也可以在裡面分享你的螢幕畫面 所以嚴格來講 他就像 像是我們線上版的什麼 灰式 這樣了解 只是用不同的 這個形式把它呈現出來 好那 你當然可以去選擇 你想要的角色 想要的角色 是什麼樣子 然後呢 你也可以 自己去替換這些角色 你看 他 還可以設照相機在裡面拍照 有沒有 那他也有一個 叫做3D塗鴉筆 3D塗鴉筆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塗鴉 就好像你有一支筆在裡面創作一樣 這個是 還蠻特別的 好 好那你了解了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會請各位進來 那他登錄的方式 也很特別 你只要 打上你的 Email就好了 他沒有要你 註冊 所謂的密碼 你不用打在裡面 因為呢 你只要打上你的信箱 他就會自動 寄封 每次喔 就會寄封信 像老師這邊一樣 來看 寄封信 有一個啟用連結 有沒有 你就來這邊按一下 這樣就可以登錄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他沒有所謂的這個 密碼 你也不用特別記 每次就是收Email 看到了 確認這個信箱 你可以用 你就可以進來 這樣就可以登錄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 我在要進入房間 然後第1次進來的時候 你要輸入你的 叫什麼名字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目前啦 不管是新版或舊版 這邊都只能輸入英文和數字而已 這是目前他的限制喔 你沒有辦法打中文 也不能用什麼特殊符號 這些的 那除了名字 你還可以選擇一個 你喜歡的頭像 當然以後這個 你可以自己做 就是 如果你剛開始沒有的時候 你就先從裡面挑一個 然後他問你要不要啟用你的麥克風和喇叭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到 其實就跟我們線上開會一樣 他就是一個線上會議室 那 你可以切換很多種 不一樣的房間 如果這個房間是你所擁有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房間的場景 任意的更換 也可以任意的再去更換什麼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虛擬角色的名字和那個頭像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所以我們 大致上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樣有沒有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那下面這邊 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 這裡面還有一些主設 這個權限 那就還好 OK 所以呢 大家有了 這樣的 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請大家進到簡報的12頁 簡報的12頁這邊 我這裡 把它改一下 下面這個是 新版本 就是上面是舊版本 下面是新版本 那我請大家呢 你先打開我們 舊版本好了 好吧 因為這個 可以容納的人數 有25個 我們現場就還夠 你可以從這邊把它打開 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 那你打開之後呢 應該會向 這邊 這樣 不對 這個是 HUB版Modilla 來 我來這裡 我把這個連結 複製起來 來這邊 你如果直接打關鍵字 從這邊進來 這個就是它新版本的介面 那我們就 直接從這邊 進到這個 就可以了 好 我們等各位先打開一下 嘍 我們等各位先打開一下